最近因为郑文燦的案子 所以大家常常引用陈信瑜的那句 你们谁没拿我爸的钱 不过陈信瑜他的爸爸阿扁 也频繁对面拿出来跟郑文燦来比较 像是亮哥就说到了 阿扁曾经呢关在两人房里面 可是郑文燦他却是关在四人房 他也不太能够理解啦 就是为什么呢 今天会这个背背都是被关进去 可是却差这么多 他觉得目前啊对郑文燦 他的处境看起来反推 是觉得这下手有一点过 而且有一点过分啊 汉廷 而且呢郑文燦他是跟毒品犯关在一起 那还有两名榨七犯 那么毒品犯可能会产生的问题 是会有戒断症状戒断反应 所以根据过去呢政治人物邱毅 他也曾经回忆 他说当时民进党政府 然后也是把他羁押 让他跟一个毒品犯 烟毒犯关在一起 那这些人他的戒断症状反应呢 就是他有的时候不仅会这个眼泪啊 然后这个鼻涕啊 然后甚至严重的时候 他可能会到处去晃 甚至会有大小便湿井 所以邱毅他就回忆讲说 这根本就在当时40度的酷暑之下 民进党就是要把他给逼疯 给逼死 也是这种酷暑 也是这个状态 但当时呢就是邱毅委员 他还是两人防 那现在呢郑文燦是四人防 而且就另外还有两名这个榨七犯 那么当然就是说当这个烟毒犯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烟毒犯症状是如何 但如果真的是如同外界所传的一些烟毒犯 可能有的症状 这个大小便失禁啊 然后都在这里 那请问是郑文燦要来帮忙清理 是郑文燦要来帮忙擦吗 好那甚至呢有一些监狱的回忆录 都说如果跟烟毒犯这个关在一起的话 因为可能你一觉惊醒 就发现这个烟毒犯在瞪着你 那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戒断症状 戒断反应 然后可能会到处去撞啊 去捶啊 因为他就很需要毒品 那这样子第一时间他们还公布说 郑文燦已经帮他特别精选了三位 相对单纯的育肉 我不知道单纯在哪里 那当然因为关进去的肯定都不是很单纯的人 比较出来 比杀人犯来说那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那不过我觉得亮哥就讲说 那为什么陈水扁关在是两人防 那郑文燦关在四人防 似乎是这个不太好 其实就是羞辱 就是羞辱 你说真的要安排那让郑文燦住两人防 或者让他住单人防 那有没有机会 当然是可以啊 这一生命下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或者至少让他不要跟这个烟毒犯关在一起 只跟榨妻犯关在一起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或者只让他跟这个性侵害犯关在一起 可不可以呢 或者让他专门跟一些有去过澳门的 如果都是同道中人 那可能关在一起也比较有化疗 也比较有化疗 可能也比较开开心心 都可以办得到 但很显然的就是羞辱 为什么呢 这就是很显然的 这个前朝的大阿哥落难之后 夺敌成功的天子 自然而然就是要赶尽杀群 而且呢像前面淑慧所说的 都是精挑细选精心计算 所以如果我们再回顾 你看当时这个雍正啊 把八阿哥不仅是圈进中人府 直接叫他阿琪娜 赛斯黑 啥意思呢 就说他是猪啊 现在呢我认为 你看赖清德把郑文燦关起来 郑文燦应该要感到很欣慰 至少还活在现代 因为你活在古代的话 你可能要被改名就叫做郑珠了 或者呢你可能不知道 就当时这个八阿哥他是怎么死的 清朝的跟雍正夺敌的八阿哥 他是被圈进之后活生生被饿死的 最后呢瘦得跟皮包骨一样 所以我不知道郑文燦会不会很羡慕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呢 那他应该要庆幸现在好险不是在过往的封建社会 所以对他呢他也知道是羞辱 他也知道是打压 那他也知道这一切到底背后的手是从哪里来 那目前所面对到的这一切的待遇 那当然啦这个我们非民进党人士呢 看了总是我们也要哀惊可喜 哀惊可喜 那但是对于民进党内部人士来说 他才有震慑的作用 对吧 那我如果宰了郑文燦 那结果把他好端端的供着 关在单人房 那请问这有杀鸡儆猴的效果吗 当然是没有啊 当然是要虐待他 对吧 羞辱他 这也没有到虐待啊 我是比照一般人 因为任何的刑犯在积压的时候 都有可能会跟烟毒犯关在一起 所以只不过是让郑文燦 可能是享受到平等人士的对待 如此而已 没有给他一个特别好的礼遇 那这个样子呢 当然民进党其他人就受不了了 所以这才是起到主要的作用 要让其他民进党的人都觉得 哎呀 从此不敢得罪赖清德 从此必须要对赖清德效忠 这执政了这么久的 谁手上没有一点 龌龊跟肮脏的事情呢 对吧 那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那党内的人士会不知道吗 那赖清德会不知道吗 那真的要搞你的话 随随便便都可以搞你啊 只要看你不顺眼 只要你不效忠我 只要你还在这边 这个眷恋前朝 那当然赖清德都有可能 要把你下手 所以当然这个羞辱他 或者说法办他 那是方方面面都要关注到 尤其就是这种 把他放在私人房 跟烟毒贩 就是想想那个场景 如果真的旁边大小便失禁 然后各种的抓狂 然后各种的不堪对待 又是在高温酷暑气味 他会难以容忍啊 那么郑文燦 想必心底是非常怨恨赖清德的 那么出来之后 那他 你说那出来之后呢 出来之后 他难道不会心怀怨恨 难道不会报复吗 那怎么会让他出来呢 对吧 那怎么会让他出来呢 他出来之后 难道不会这个 心怀怨恨东山再起吗 就是要让你把你的派系都没有啦 你的实力都没有啦 你出来就是个平民老百姓 你有什么权力跟我斗呢 对吧 我之所以敢这样羞辱你 就是什么 就是不怕你有翻身的机会嘛 或者是什么 就是把你打到没有翻身的机会啊 所以这当然就是 掌权者的帝王金属 到底这一波手起刀落 有没有效果 立文姐 我们要来讲的是 台湾民意经经会 16号公布的民调发现 赖清德的声望 回升到49.9% 其中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标的 是在20到24岁所谓的 手头族的这个族群区间 赞同度狂飙到63.1% 比起上个月甚至高出了26.7个百分点 实时评论员黄伟翰他的分析就是说 民调显示 赖清德在手头族支持度大幅上升 就是因为呢 他会继续杀 这个继续杀 因为我们看到郑文灿的案子 他看起来好像被民进党操作一波 就是说你看我们连自己党内 我们也不护航哦 我们绝对是误网误众哦 他的继续杀还包含了 蓝白之间的杀 像是新竹县长杨文科也好 新竹市长高宏安也好 或是蓝尾严宽恒 是不是都要被杀了 而且时间点都蛮接近的 这个目的就是要争取 2028能够连任且要过半吗委员 第一个我实在是忍不住要讲一下 郑文灿在牢里面的这个 就在看守所里面的状况 我是觉得大家不用替他太担心啊 我认为以郑文灿的神通广大 以他的人脉之广 以他的资源之丰沛 我觉得要在看守所里头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待遇 并不困难 我也不认为赖清德 会去管到这么小的一个细节 说要让他在看守所里头 还要过得很难过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不需要帮郑文灿去担心到 这样的一个层面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酷暑底下 所有的受刑人 其实日子都还蛮难过的 这个看苏贞昌的斑斑有冷气 要不要延伸到受刑人也斑斑有冷气 不过回过头来讲 我觉得以郑文灿的神通广大 然后他曾经的影响力 我觉得要在看守所里头 受到一个比较好的礼遇 并不困难 那回过头来讲 赖清德他对郑文灿 痛下这样子的一个杀手 其实我认为他并没有要 赶尽杀绝的意思 他的政治目的 已经非常完美的达成了 第一个 郑文灿在政治上面很难有未来了 我想郑文灿自己也非常的清楚 你说郑文灿要出狱之后 东山再起 或者是说把自己塑造成 像政治受害者的一个形象 甚至于去威胁赖清德的江山 我认为这些都毫无可能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第一个他已经可以高枕无忧了 赖清德 第二个他先砍了郑文灿 他基本上就是在昭告天下 坐实了说 我就是一个打贪 六亲不认 对不对 我不会只办蓝不办绿 我就先办个绿的给你们大家看 而且我办的是最大咖的绿的 但问题是他有真的很办郑文灿吗 他没有 他挑了一个 我刚刚这个漢庭不要高兴的太早 他说灌在里面会不会就出不来了 你等着看好了 不然他就不叫郑文灿了 因为这个案子你想想看 他都把钱还了 他最后搞不好没事脱身也不无可能 就算判也不会中判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他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不可能翻箱倒柜的 把郑文灿所有真正的贪腐的东西 通通挖出来绝无可能 因为你这个会动到太多人 他不是会动到灿系 他是会动到金主 这些工商业界 才是赖清德真正投鼠忌器的 你还要不要这些人政治现金呢 你还要不要这些人去支持你呢 他当然要 哪里有人杀政治是这样子杀的 他又不是第一天做政治 我觉得赖清德不至于去搞 所以对于郑文灿 他其实已经挑了一个 后面大致上不会有什么太严重后果的案子 但是政治生命断送了 第二个 这个检察官也要邀功啊 上面叫我办郑文灿 结果我一压就失败 我一压我还二压也失败 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赖清德 亲自下令也不管用了 那还得了啊 那他要办郑文灿 反而得了一个反效果啊 郑文灿现在人 不过也就是得到了一个 你知道那种兵在兵库里面没有用的 海基会董事长的位置 他还能够这么嚣张呼风唤雨 剪调都压不了他 那赖清德这个总统是做假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剪调就非要压他不可 他也大意啦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所以我认为杨文科这个东西 我比较觉得是竹简啊 想要来蹭一下 也想来邀个功嘛 哎呀这个赖清德 对不对 糟糕天下说他现在要速摊没有底线 那我手上有个旧案嘛 KPI 对不对 是啊 我也来蹭一下 然后呢让 是不是 当权者上面的人也看到我 看到我 对不对 看到我新竹啊 我也呢尽心尽力的 所以杨文科才会觉得莫名其妙啊 怎么会忽然间砍到他了呢 所以杨文科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比较是 这个检察官要邀功啦 那高宏安跟眼花痕 高宏安是本来蔡英文的时候就砍的嘛 不是赖清德砍的 那么我看很多人的评价 尤其是说很多这个了解法律的 都觉得高宏安此意啊 凶多吉少 一审可能凶多吉少 那么这后面有其他复杂的 的一个发展 不过这一个砍高宏安 不是赖清德砍的 是本来前面民进党就砍了 所以在民众党的部分 我觉得继续砍 柯文哲才是真正 赖清德意有所指啦 他只有砍柯文哲 他才能够真的把所有柯文哲的能量 消磨然后限缩 让柯文哲在接下来 就没有办法作怪了 就好像是这个法海 把这个白蛇给压在了 这个那叫什么雷锋塔下面 对啊 你就没有办法施展嘛 我就拿官司困住你啊 那么接下来他一定会砍向蓝营 他不会继续的倒 党内 对啦 他是变成了脚屎棍了吗 专门搞党内啊 怎么可能呢 他现在是老大 他需要所有的人为他打仗 为他流血 他现在还需要连任呢 所以他不会再搞党内 党内看到也怕了 也乖了啦 那么他接下来 当然是要砍向白银跟蓝银 否则的话 民进党的支持者 都会怀疑賴清德的 就觉得你没钱没钱没钱 没钱没钱没钱 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你每天都砍民进党的人 给外面的人看 那我们支持你是干什么的人 会引来支持者的议论 纷纷 侧目 甚至于你会让民进党的派系 离心离德 你现在要整晚跑去 然后呢 你还砍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瑟瑟发抖 不知道明天还有 看得到看不到太阳 那以后谁帮他打仗啊 一定是离心离德 賴清德在党内的人员已经够烂了 他还这样子搞 他就不用选了 那 所以他接下来一定是砍白砍蓝嘛 然后让你没有话讲啊 我绿的都砍了啊 那我砍白了砍蓝 我就 他就有话说啦 我就不是选择性的办案了啊 对不对 你们这些通通都是贪腐啊 他先 压制了柯文哲 2026年的选举 我认为他要砍蓝的 他还是主要会针对蓝的地方的派系 或地方的大咖 那这些砍下去 他不会现在啦 2026年就会让希望 他希望让国民党的县市长的选举 跟地方的选举 会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阴霾底下 他带这样的一个风向 砍国民党的几个重要的派系 你看他嘛 你看他 谁是他的眼中刺肉中钉嘛 你看他嘛 他觉得他哪一个他想要收回来嘛 然后他就会 砍向国民党的这些地方派系啊 然后说他们才是真正的黑金结构 所以后面 我觉得赖清德的布局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戏是会演下去的 不管有没有他这个民调所谓的 青年手头族的大幅上升 他本来剧本都早就准备好了 他是有死亡名册的嘛 都在手上了 而且不只白的不只蓝的嘛 还包括他很恨的名嘴啊等等的 他会把这个狗头杂虎头杂通通记出来的啦 这个你不用担心嘛 赖清德这么小家子气的人 他一定秋后算账的 他一定下狠手的 这个都是不用怀疑的啦 但是呢 他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真的是只是因为 砍了郑文燦的素摊 就让他在手头族大幅的民调上升嘛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 要去深刻的了解的 毕竟他在青鸟上面是没有成功的 是失败的 他没有成功的动员 但是他这一波强力的宣传 是不是真的在手头族里头 某个程度也发挥了作用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是单一事件 只是砍郑文燦 使得他在年轻人手头族里头的 支持度上升 那如果是因为这一波青鸟的 这个全面性的铺天盖地的宣传 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话 那这个国民党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那我来讲既然这个时间点我想我们先 跳开一下就来讲讲 北市幼儿园狼狮案好了好不好 我想要请教主会议员就是 衛福部呢这个因为惹出了争议嘛 被说到说为要求保护加害人隐私 那他们说会在一个月内来邀集专家媒体代表 在儿少权法修法完成前 会订出一个例外事件媒体报导原则 这一次的台北市幼儿园狼狮身份都给被揭露了 可是呢其实这次媒体人 先到周他也讲到 那之前这个月初高雄爆出也很夸张的狼狮性侵 16位学生 请问我们有看到揭露了这个加害者 跟狼狮的身份吗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呢 其实在讲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难过也很生气 生气当然是这个犯行 难过的是这么恶劣这么可怕的案子 我们的政治人物还在那边政治口水 尤其是我们看到民进党的一些立法委员们 今天票选两个前两名的 我认为两个两个都是民进党的目的 一个转移焦点 一个刚好棒打这个讲科 两个都是一减二句 忘了减三句 又可以棒打讲科 又可以转移自身的问题 何乐而不为 可是这个就很没良心很过分 你们不是在心疼小朋友 不是在这个气氛这种狼人 不是狼师 不要再用师了 他们是狼模 而是在这个时候 哎呀抓到机会了 赶快反手为攻 把它当做政治操作 所以这个狼模没有人性 然后在政治操作的这些政治人物 也很没有人性 这件事情涉及的不只是报道揭露的问题 还有我们现在很多关于儿童犯罪的一些 加害人的一些过于保护的问题 我们知道说 台湾的刑事犯罪是属于无罪推定原则 也就是在于你起诉定罪之前 我们都认为你是无罪的 于是把你当做无罪的保护你 然后让你一样正常的生活 OK这个听起来没有错 因为他还没有被定罪之前 我们总不能说 你就不能工作 你就不能怎么样 可是如果今天是平等的 假设他是这个暴力犯罪 或是他是什么偷窃犯罪 他的加害对象也是我这样子的大人 那我没有话说 大人可以保护自己 那无罪推定原则 我不能说我告他他就是有罪 可是如果他今天是儿童犯罪 儿童犯罪 无罪推定原则 常常就会保护这些加害人 在这一段时间定罪起诉前的 这一段时间内 他形同可以继续犯罪 今天的这一件事情 某一个程度就是这样 我们后来发现了这600段的 600个影片里面 有很多就是这一年内 也就是他其实有被发现之后 他还陆续的在做这样的犯行 那当然前面一段时间 检察官是不起诉 不起诉 可是即便你抓到了 在他起诉定罪之前 这个狼狮 他一样可以继续在这个幼儿园工作 我们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禁止他去接触小朋友 这个是现行的法律问题 所以在探讨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吴佩毅你是立法委员 很多现在是立法委员的时候 你们在探讨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们要赶快思考的是法律的修法 而不是在那边坐在那边说蒋万安不对 柯文哲不对 OK 任何一个县市首长 哪怕是陈其迈也好 或是赖清德也好 你都不可能做到 你这个城市没有坏人 没有犯罪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因为有一个犯罪 我们就说赖清德无能 陈其迈无能 如果这样子的话 早在城中城 过世四十几条人命的时候 陈其迈就该被关了 不只是下台 他应该被关 但是我们不可能去因为任何一个犯罪 或任何一个公安 就说这个市长是有问题的 可是今天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去检讨的是 在法律层面上面 我们对于儿童犯罪的人 是不是可以牺牲一点大人的人权 去保护儿童的人权 也就是任何儿童犯罪 他只要经起诉 即便在未定罪之前 我们就可以要求他 不得再接近儿童 哪怕牺牲一点他大人的人权 那是因为小孩子的人权 小孩子没有办法自我保护 那这个才是 就是这件事情 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 儿童犯罪事情之后 这些立法委员们 这些大人们 你们应该去思考修法的 你们每个月领政府这么多钱 你们每个月领人民这么多钱 当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们除了去怪东怪西之外 你们的正职是修法 你有没有去修法呢 你说讲外来没有尽到市长的责任 你说柯文哲没有尽到市长的责任 你们这些立法委员 你们又尽到什么责任呢 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 儿童犯罪不是第一次发生 而且儿童的再犯罪 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你们这些立法委员都是死的吗 何况有一些是资深的立法委员 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我自己前一阵子接触到的 一个澄清案就是这样子 一个儿童性骚扰的再犯 居然一样可以在下课之后 出入校园 去接触在校园里面 运动打球的小朋友们 可是我们没有任何机制 可以把他的相片公布给学校的保安保全 说这样子的人 你不可以让他进入到校园 没有 我问过教育局 我问过警察局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的立法委员应该要很忙才对 而不是闲闲没事做 每天骂人 何况这件事情无配一直可笑 他在2022年2021年的时候 他是台北市议员 这个案子最早可以追溯到2021年 那个时候他也是台北市议员 他连那个时候的市长 是柯文哲他都搞错 他讲成蒋万安那个时候没有处理 大家就在开玩笑说 蒋万安要 蒋万安错了 蒋万安罪该万死 他不应该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没有去行使台北市长的职权 对 第一个无配一那时候是台北市议员 他搞不清楚自己的市长是谁吗 第二个从2021年到此刻 这几年之间 那你无配一又做了什么呢 现在你去蹭这些悲剧 你去蹭这些小孩子们的伤口 来当自己政治的红利 跟政治的工具 而不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究竟要怎么样透过法律 可以去保护下一个孩子 上一个孩子我们保护不到 已经是我们失职了 我们要如何去保护下一个孩子 如何去让下一个 这种儿童犯罪的加害人 不再接触孩子 这不是才是立法委员的职责吗 所以在讲这个案子的时候 昨天也有媒体打电话来访问我 其实我不想要再去政治口水 怪谁怪谁 我甚至不想再去怪 这个科前市府 虽然说这个周虞修说 他们穷尽一切可能 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那你告诉我你穷尽哪一些可能 你也没讲什么 你就说我穷尽一切 但我觉得都不重要 重点在于 没有人可以让一个城市零犯罪 可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立法委员可以做到的是 尽量利用法律 让我们的安全网 一层一层的跌上去 蔡英文没有做到的 你赖清德总可以做到吧 你以前的立法委员 没有在做的事情 你现在立法委员还要忙着 偷开锁 继续打架 继续在那边推门推挤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民进党的租公们 不要忘了你们才是执政党 有很多东西是要从立法院 有很多东西要从卫福部 要从中央开始着手 不止只有媒体的揭露原则而已 不是只有这个样子而已 我们要如何限缩一点 大人的人权 来保护小朋友的人权 我觉得立法院赶快动起来吧 我们也来插播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的教育部次长 张廖万坚 今天在院会后的记者会就有说 台北市政府在程序跟调查上 有很多应该做但没有做的 例如停职仪式来说 教育部在110年的时候 就已经寒之地方政府了 那他就说翻出规定 说当年就可以停职了 可是我们是不是台北市政府没有做的关系 那这个里面有一些政治工坊 又再都不知道大家看到了 就是每次中央出事 好像就要赶快切割给地方 地方要求助的时候 中央又把它当作是地方自治 永远都是这样的状况 那汉庭请教一下 到底谁应该要来负责 现在居然变成许书华 拿来提款的一个工具 许书华在脸书質疑说 性侵幼儿的嫌犯已经被羁押了 为什么许巧心还可以开协调会 甚至还跟原方一起开协调会 他说他这两天真的非常非常难过 2022年7月7号事发后 他没有收到性侵事件的幼儿园家长陈琴 所以导致许书华本人 是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介入事件 也没有办法监督市府 身为明代没有保护孩子 很愧疚又很自责 当时如果家长找他一定第一个时间就开记者会 他也谴责教育局的不作为 给予家长法律协助 而不是协调会 看到这一段我几乎要煽然泪下了 不过我们再往下看 许巧心直接跟 许书华的脸书上对杠 他说你在2023年就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你在8月16号的时候 居然跑去骂教育局 为何要帮许巧心来开协调会 而不是一起协助本案 许书华凡事都以政治利益着想 到处施压搞得基层公务员压力很大 这两年间完全置之不理 连直询都没有还好意思突然来指责说 努力协助家长跟孩子的议员 汉庭 我觉得任何利用此事来做政治攻击 都相当恶心 那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 其实我朋友的小孩 就刚好入住于这个学校 但是他就没有受到伤害 所以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去年我就已经有跟巧心 就是有联络这件事情 那巧心他后来就马上会有讯息 他说他们其实已经在召开协调会了 然后再跟家长在做一一的沟通 就都已经有在做办理 然后也都已经办理好了 因为当时呢就是在家 就是我所得知朋友的一些状况 就他们的这个家长群内 当然也都是比较的担心啊 紧张啊 然后才得知说 已经有人去找了许小新议员 然后再跟台北市政府来做沟通 所以就我去年的认知 然后我本人跟巧心的联络 其实这件事情巧心在去年 都已经有做到妥善的处置 那当然这个我认为整个案件 其实有三个关键 第一个呢 就是到底在定罪之前的性骚扰 性侵害的嫌疑犯 应该如何的来做处置 那理论上就是任何的案件 都应该是所谓无罪推定啊 对吧 那万一是冤案呢 就万一是这个小朋友 他搞不清楚呢 或者万一是有家长胡闹呢 那可是理想的状态 在清白之前先予以停职 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可是在停职期间 如果最后证明他是清白的 那可能再把薪水还给他 对吧 那如果他是有罪的 那当然这部分就是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而第二个就是 目前的卫福部也都已经坦诚 包含民进党的立委林月琴 都已经说了 哎呀媒体报导的这个部分 应该要有所处理 应该要有所谓的规定 卫福部都说好 未来呢会有所谓的报导例外规定 那这就是等于坦白了告诉大家 原则上是不能报导的啊 就如果可以报导媒体当然想报 那为什么过去媒体没有报呢 就因为你儿少法里面的那一条限制 害得大家不能报啊 这也是行政部门他不能公告的原因啊 因为法律规定说 只要是有可能会揭露到受害者资讯的 通通都不能报导 所以我不能报导是哪一家学校 我也不能报导是哪一个老师 因为只要报导了老师 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老师教过哪些学生 所以这才是问题啊 那如果说媒体不能报导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行政他不能报也是这个原因啊 那么监察院所说或卫福部 现在要来骂北市府 为什么不公开 就没有任何一点道理 因为你们在说 哎呀你看这个媒体 其实这个是误解啦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做 所谓的例外规定呢 就当你们做出处置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正是因为这项法律的这个 用字遣词的错误 所以才导致了大家都不敢报导 你本来想保护的是受害人 但是呢你却保护到了加害人 那我前两天 因为刚从大陆回来 然后看到这新闻 然后我就随便问了一下 大陆的一些官员 然后也是跟这个司法有关的 就说在大陆这种情况 这些所谓的性骚扰啦 性侵的啦 然后这个会公布吗 当然公布 必须的 对吗 必须公布 那不公布也会被大家肉搜出来啊 那人家去肉搜他有什么惩罚 这为民除害啊 其实也真的不用带模仿 你好好陈述啊 我意思就是这么简单啊 那必须的啊 就是这样的罪犯 必须把它公布出来啊 对吧 那说实在的就是 谁那么无聊 然后呢查到了这个人之后 查到了老师 然后还会细细去查 他到底教过哪些学生 这学生的资讯 本来就不是公开的啊 就算今天我看到了 某间学校 某个老师 他是狼师 某个地方 然后某个人 他坐监犯科 我怎么会去查得到 他的这个所谓的对象 会是谁呢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 当然是很困难的 那你说呢 他的这个亲朋好友 可能就会知道啊 对不对 假设如果今天侯汉庭 是个犯人的话 那大家就会猜 那可能跟侯汉庭 常接触过的人有谁 可能这样就会去猜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如果都是亲朋好友 那这本来就有可能会去猜得到 不是因为媒体揭露 所能够猜得到 就好像学校里面的人 他并不是因为媒体报导 然后他才知道 那是什么 就是学校本来 就会知道这件事情 他的小孩出事了 他当然就会知道 而再一个层次 是因为在大概去年的时候 我也跟教育局的同仁聊了很多 我发现他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还遇到了一个困境 是比较少谈到的 也就是行政调查 跟司法调查当中 会有的一些冲突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一时间当中 如果是警察先获得报案 警察就会去原方里面 就把这些监视器 录影带的这些资料 通通都给带走 那么后来教育局 他想要再去做行政调查的时候 他就拿不到这些监视器的相关画面 那警察第一时间可能不太不给 为什么他就侦查不公开啊 那教育局他就没有办法 去透过这个时间 第一时间的去马上做出 立案的基础跟基本判断 而第二个是对于被害者来说 你看司法调查 警察要给你做一次笔录 然后教育局的同仁 也要来跟你做一次笔录 那对受害者来说 这就是两次的打扰 跟两次的受害对吧 被警察问一次已经很难过了 然后还要再被行政的人 再来问一次 所以这一点我也跟台北市府 就是要求说 未来这个部分看有没有办法 就是能够合并 或者是能够更加的精简 因为过去啊 尤其像现在都讲说 哎呀那你这个行政要调查 你司法不调查 你可以行政调查 可是这个调查的过程 他其实对于被害者来说 都是再一次的伤害 尤其是如果警察才问完你 那你这个骚扰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教育局的同时 要还原一次已经够痛苦了 又来问一次 然后不同的 因为比如说幼稚园是教育局 那如果再推年纪更小 可能社会局 然后又要来问家长 所以这些都是我希望 未来能够要去做一些精简 然后跟合作的部分 最后一个小的事情 也就是说 未来如果再真正不幸 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那很显然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能够快速的启动 接下来的这个防御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 那怎么样 他可以立刻的 终止了他的职务 然后以及警察局也好 然后就是对于其他的学生 要不要造成所谓 让他知情 因为像我那个朋友的小孩 是没有受害的 但是他也是后来才得知 原来学校有匹狼 可是这个时候就问说 如果你家的小孩 就你在这个园方 那你在这个园方当中 有匹狼的这件事情 家长要不要知道呢 在我的认知当中 我觉得当然要知道啊 对吧 就是我的小孩 这个园中有匹狼 竟然我不知道 可是呢 在目前警察的立场 或者是教育局的立场 都是说不需要打草惊蛇 就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就是这个是目前 可能法律的保障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为什么 因为呢就是只有受害者的小孩 因为是保护嘛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透露给了同班的其他小孩 那其他小孩就会知道 谁受害 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所谓 在保护被害人 然后跟让其他的知情权当中 我认为这个都是要去做 中横的考量的 因为身为这个家长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家的小孩 这个园里有狼 我却不知道 可是那个受害的可能就会觉得说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啊 只要我能够获得保障 然后我这个我离开学校 然后老师被处罚 我也不想让我的同班同学的老师 跟这个家长能够知道 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 未来要去做综合考量 感谢大家收看 帮我们多多按赞 回看家分享 拜拜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我选择 客户全家人 专属你的 KsRoyal C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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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